各位車友你好 我要為你示範賽車與腳架的安裝方法 步驟一請確認腳架形勢與車型是否符合 步驟二拆除座椅螺絲蓋板與內部螺絲 當確認拆除座椅下方十顆螺絲後 步驟三拆除座椅下方電源線組 步驟四 確認腳架與車台孔位是否符合 步驟五請確認椅子上的滑槽安裝夥當且行程順暢 步驟六安裝腳架 請將腳架反制並注意前後秩序 安裝在椅子的滑槽上 安裝時請確實將電片 可以確認羅姆和排吉他故事 公開4項ーン 前後滑動,確保滑槽,運作順暢 讓腳架安裝確認後,安裝安全帶扣 將椅子放到定位 並將車台螺絲鎖緊 最後將安全帶扣線組與原廠線路插回 完成安裝動作